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这次绕境行程的过程当中 哇 那真是人山人海 据说这次报名人数创下新高 而这一路的绕境过程当中 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神迹呢 我们还来告诉你的是 你知道吗 白沙豚妈祖跟一般妈祖不同的是 他在绕境的时候跟随的阵头很少 为什么 稍等给您说 同时在今天政治最内幕要来告诉您 林全内阁第一个被检调追查的阁员 就是我们的农委会主委林聪贤 他为什么遭到检调追查 他被控诉涉嫌图利财团高达三亿 他所涉嫌的这个开发案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而控诉他的人在今天来到现场 他提供您最内幕第一手的资料 好 另外在军事头条来告诉您 但是萨德风暴越演越烈 现在萨德已经运到南韩了 而中国现在呛吓说 要让美国和韩国负取他们该负的责任 到底中国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而在今天财经焦点子来告诉您的是 外资圈的第一美女竟然卷入内线交易案 这位号称是外资圈的宋慧桥 年薪高达三千万 为什么会卷入一个两千万的内线交易案呢 这里头到底有多少你所不知道的秘密 等会也来帮您做解析 我们刚才介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是 板桥成天府主持颜维勋 金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这一次有跟着白沙屯妈祖 去绕近的艺人秀琴 哈啰 大家好 秀琴身上也有神机哦 等会再来告诉观众朋友 好 以及白沙屯妈祖电视台主持人 古台青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在今天要来踢爆林冲贤 疑似涉嫌图利财团的前圆山香带林景坤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你是宜兰人吗 是 你如果没吃饭配老年 你待宜兰会没宜兰区 可能我说的比较不忍 好 以及邀请到宜兰当地的居民 李金来 李大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刚才带你来看白沙屯妈祖 绕近了这十一天以来 最让大家嘘嘘称奇的是 哈喊北港妈祖 北港妈祖 竟然还有一幕是 手砍手 这张照片让大家在网路上疯传 左手牵右手 车厂技师说 他拍到了妈祖像这样手牵手 就是这张照片 先看好了北港妈祖 肤色是黑的 画面放大 放大 再放大 妈祖的右手怎么会是粉红色的 拍下这张照片的嘉宜 车厂技师直说 太神奇了 就在白沙屯妈祖 住驾北港朝天宫 3月2号那天深夜 陈师傅拍下两张北港妈祖的照片 对比一下 左边是3月2号晚上11点20分 妈祖右手的皮肤黑色变粉红 15分钟后的11点35分 粉红退去又变回黑色的手 这个合成机率并不高 我们觉得非常的神奇 也许就是白沙屯妈祖 跟北港妈祖一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相见 两个姐妹情谊 然后相互的这个手牵着手在寒暄 白沙屯妈祖和北港妈祖真的手牵手了吗 用简介软体交底了两张照片 再比对一次 最先拍到的粉红色的手周边没有残影 但是之后拍到变成黑色的手 一旁则出现了粉红色的光晕 无法解释的神之手变粉红色 文史工作者和拍摄者惊叹 这是白沙屯妈祖的神迹 台青这张照片是 为什么会看起来像他们两个手牵手啊 看得出来吗 这个非常的就是 它这个是一个信徒 它拍了就是一个嘉义的信徒 它拍完以后 它传给我们 它说你相信吗 神迹竹竟然出现了 原因就是因为 它在11点20分的时候 它先拍了白沙屯妈祖 跟北港妈祖 拍完了之后呢 它在11点35分的时候 才拍到了我们左边的这一个 左边界障 对对对 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北港妈祖 它是黑面妈祖 它的手也是黑的 可是你看我们这个 另外一张的照片里面呢 它的右手 北港妈祖的右手是粉红色的 北港妈祖的右手是粉红色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那个地方 那个非常的明显 因为呢 这个是黑色的嘛 对那因为北港妈祖 跟白沙屯妈祖的情谊啊 那当然呢 不可否认的 这百年的情谊 不是我们能够一人两女 能够说得通的 是因为白沙屯妈祖的手 是粉红色的 对 所以你们就说 他们两个手跟手 就很简单的 它本来是先拍白沙屯妈祖的手 但它整个那个照片 然后再拍北港妈祖 两张都没有任何的疑问哦 到11点35分才拍到这一张 也就是说 如果它是有任何的状况的话 它在第一张的时候 它就已经拍到了 可是并没有哦 它是隔了15分钟之后 再拍到的画面 竟然是 因为那个时间点 也慢慢一直接近 这个妈祖要一伙一试的时间 白沙的妈祖就即将 要离开北港 往回走了 所以呢那一种感觉 就是让我们就是两只手是握在一 就是两个手 就看起来 跟它手 看手 然后呢 就有一点依依不舍的 要道别了 要说再见 我们这个照得比较清楚的是 北港妈祖 对 那这边因为这个画面解掉了 对 就是拍到那个粉红色的手 好 只有拍到这只手 对 但是很清楚的看到 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看到了粉红色的这只手 大家就说 哇 是不是神迹在线 对 这一路是不是也发生了蛮多的神迹 对 没有错 就是当然我们在这个新闻节目上面 大家都有看到嘛 就是有孝子跪球 然后还有就是乳牛的部分 那我今天就先讲一下 这孝子的部分 那孝子的部分呢 它就是 好像这个画面 对 它从那个路寮的 那个路寮商圈 它就一直在求妈祖了 然后它 我们据我们的了解呢 这一位呢 他也是这几年来不断的在求妈祖 能够到他们家去赐足 然后今年呢 妈祖真的跟着他 然后从大马路上就跟着他 走到他们家门口 然后呢 他的诉求就是 他的妈妈 还有也请 两个人呢 身体都不好 然后希望妈祖能够保佑他们 那因为呢 妈祖就到了这个部分 然后到他们家门口 然后因为他的桌子也放在前面嘛 也进不去 所以妈祖就在那边行教赐足之后 然后就走了 那你刚才那个乳牛是 对 这个乳牛呢 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奇怪的 因为就是像那个乳牛的 那个就是他们的主人呢 他们也说 这个乳牛啊 最怕鞭炮了 可是呢 怕鞭炮的话 它可能应该会乱窜 是 可是呢 这个画面很奇怪 当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一边的牛跑过来了 另外一边的牛也慢慢的聚集了 那这个时候 妈祖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吗 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快到了 已经快到了 快到了 对对对 然后呢 他们聚集之后 妈祖又从那边走过去 那所以说 你说这是巧合吗 我觉得也太巧了吧 而且 他就像在拍摄的样子 对对 他的摄摄 摄摄摄 又摄得很精致 这个才是觉得非常神奇 因为如果乳牛怕 怕那个鞭炮的话 他应该是乱窜 其实他怎么样走 应该也都是乱跑 那可是呢 我们在这一张的画面里面 他非常非常的清楚看到 他们的摄摄摄摄好 在那边等妈祖过 不过刚刚你谈到 台湾刚刚谈到 孝子贵求 妈祖好像听到了她的心声 就特别去看 其实我们都知道 妈祖是很自闭的 这次也有一个阿公 带着一个七岁的小孙子 妈祖好像也感受到 他们的痛苦 对 就是小孩子是没有办法说话 然后呢 他就是 妈祖帮他加紧 这个孙子是七戒嘛 对不对 听说他都 自家到现在都没说话 对对对 他手的一直戳一直戳 把全身会不自主地戳斗 不知道是记住什么奇怪的背 阿公说 好像是得了怪病 都医都医不好 对 就是阿公也不知所措 从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就是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小孩子 那小孩子本来是 整身裤都会刺对吧 对 后来就不抖了 妈祖在看他的时候 好像他就比较不会抖了 对 其实基本上我们觉得就是 真的我们还是要跟大家 讲一个观念 就是如果有病 当然真的是要寻求医生的 一个帮助 然后当你没有办法就是在医学上面得到一些治疗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心灵上面的一个照顾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信仰本来就是除了一个身体之外 就是你病痛之外你可能也许可以求妈祖 但是心灵上面更需要就是妈祖的照顾 好 台青其实妈祖现在绕境的整个行程已经来到尾声了 对 今天已经当了通宵了吗 对 通宵我能看到那吊车 那吊车跑这样 好壮观哦 其实这就是 是每年都有这个习俗吗 这也不算是习俗了 就是近几年来呢 就是觉得妈祖这样子 风尘仆仆的走了那么多天 回到了这个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苗栗县呢 是不是应该就应该好好的就是用大礼来迎接 然后那个大礼是吊车还是什么 吊车 15代的吊车 对 那是一般人家在做工程的那种吊车吗 对对对 没有错 然后他就吊在上面 对对对 他全部都吊起 因为你如果收鸡 那个有人会受伤 香叮轿走过去的时候 他会去5M会受伤嘛 他会崩掉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会吊高 然后大家都从比较靠旁边 就是靠左边这边 不要太靠近走过去这样子 那这几年真的是 那还彩色的哦 对 他们还5月6月2月非常便宜 现在就是会非常的特殊 然后就会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迎接妈祖 然后所以有这个部分本来是鞭炮 然后现在可能就加了一些东西进去 然后让它变得有颜色出来这样子 不过我会发现 白沙屯妈祖跟一般妈祖比较不同的是 奇怪 白沙屯妈祖好像没什么顶头在地 有什么 因为白沙屯妈祖 他本身他的路径就没有像 行踪飘忽啊 对没有像一般的公庙 有规划那个路径 所以他今天有顶头在队的时候 他们就队不够 哦 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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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互不够 队不够 你顶头没可能队就互不够了 哦 我看你今天走这个阶线嘛 还是有一些阵头啦 我们还是有看到只是比较少嘛 只是真的会比较少啦 因为他不像一般 你说大大妈的路径都固定好的嘛 固定的事 固定的事 但秀琴说又看到电头都要完结了 让大家问他那电头是什么 他说都没什么电头在地 又看到现场又有电头在完结了 那应该是接架的啦 那是接架啦 那是接架啦 哦 这支 好大支啊 这支我可以碰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他这个就是 我怕说那是什么特别的神器 我还不敢咬 他这支就是我们的关匠手 有没有 哇 很重耶 对 他在使用的一个类似法器啦 关匠手就是 他有画脸的 画脸的那个 然后画了脸之后 不哭不笑 不能 其实照传统来讲 是不可以说话 也不可以说话 然后还要吃素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个规矩了 哦 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 它没法传统了啦 传统以前是都会吃菜嘛 要睡到的 哦 然后现在是没有 没有像以前规定的那么严重了啦 对啊 还要不便宜 还要吃粉 其实这跟素质啦 素质有差啦 哦 好 你刚才说这支是 这个就是 电头的 对啊 就是关匠手他在用的 对 他在什么时候用 通常他是在 他是属于表演用的啦 哦 表演用的 对对对 啊 你敢不敢 走去拐了吗 反正他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哦 就是一个开门 然后 然后 三花枪而已啦 就是就是那么 看起来好重喔 对啊 你好像觉得没什么 我们觉得很厉害啊 对啊 算上这张嘛 啊 我这边有一个图 对 我以前 这是 19年前的照片了啦 你19年前的照片 对对对对 哦 看不出来 以前有更厉害是没有更厉害的 没有啊 因为 很厉害的 你这样 看不出来你以前 我比较年轻啊 那时候都是 接驾嘛 接驾就会出这种 观匠手啊 哦 其实观匠手这种 你说画脸 画脸的镇头会比较容易 知识啦 好 那这 所以你说一定要先讲完这个 才能讲这个 为什么啊 因为这个哦 就是表演完嘛 然后表演完 你在咬读 咬读是什么意思 咬读的意思就是说 跟对方的镇头 比如说 我们在刀了鸟家 剁鸟家就是 花招啦 你知道 在PK的时候 在PK花招的时候 但是如果输的 你知道 常常就会完结嘛 然后完结他就 什么叫输 什么叫贏 但是 花招越多 对 我花招快越多 但是对方不服输 你知道 是 那他就不跟你玩这个了 不跟你玩这个的时候 他就面对方的 你听啊 哦 可以吗 他就没跳啊 对啊 他就没跳你听 没跳就去 拿這個出來 他就拿這支 他就直接先穿嘴巴 穿嘴巴之後 這是我們19、20年前在玩的事情 穿嘴巴之後就把這支 再塞進去 然後就是你的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 你們每個人都會有那個 梨窩還是酒窩 就是像這個小小的就是 不是 不會痛嗎 痛啊,為什麼痛 超痛 不然就是用這種 這個是比較 對,這個是比較複雜的 那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情境之下 你會做這種動作 就是嘴唇嘛 嘴唇就是 你聲音是在說還是怎樣 不然你說的很痛啊 還是那個嘴唇 還是那時候有神明附體 這就沒有神明附體 有沒有什麼神力 也沒有 也沒有啊 但是有 就是嘴唇這樣穿過嗎 就是因為 賣嘴唇 那叫男神 聽不懂 對啊 男神就是 男神你聽不懂 聽不懂 有翻譯 可以翻譯一下嗎 男神喔 男神就是說 要出風頭 風神啦 然後因為就是 反正那個時候就是 舞台嘛 對啊,然後他們就會想 剛才我們輸你 輸你拍看臉 對,所以我就是用我過 是嘴唇就對了 明明就是會痛 不會流血嗎 還好,血不會多啦 喔 撐鬼的時候 對方就不敢嘛 不敢就換我們贏了啦 這是以前我們在玩的把戲啦 哇 對啊 這真的沒什麼東西啦 只是說 這還沒有這已經很 我們已經嚇人了 我們下巴已經快掉下來了 越彎越大隻你知道 就這種東西就對了 越彎越大隻 對啊 然後動畫越來越大隻 好,你在現場不要穿了 好 好 謝祺 他剛剛說 白沙豚媽祖頂頭 真正在地 因為行蹤飄有地 但是你親眼看得到頂頭的王家 其實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他們已經就是其實是 應該是算那種當地公廟的那種 小屁孩小朋友 然後就是兩邊人 可能一個是本地公 一個是可能別村的這樣 有一點有踩到地盤 然後但是我那時候去的時候已經是那個 白沙豚媽祖已經回城的當中 我其實我慕名就是慕名想去 然後我就把我家人就說 我們往中南部走 那因為我住彰化的一個姊姊朋友說 秀琴你這樣可能會遇到白沙豚媽祖在繞境 然後我就一直把我們家的家人的那個行程 就從北到南這樣子走走走 那我們就想說停在一個麵店吃飯 然後大家在坐下才剛坐下來吃 現在他們是在幹嘛 就是在等 換花還有軟腳腳 對 就在等 對 換花跟軟腳腳 然後那個時候當下是因為 我在趁家人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姊姊就把我帶去 然後說在隔壁條巷子 就我們趕快衝過去這樣子 然後她在急忙之下也沒有跟我講說 我們要買花換花 就是跟媽祖這樣子換花 我說為什麼當下不跟我講 而且我那時候就是又怕被發現你知道 我又戴墨鏡又戴口罩的 怕被人家發現你是秀琴 對 或者是 就覺得說可能會被發現這樣子 那什麼關係秀琴跟著媽祖繞境 我曉得因為有些人他是可能從上班就中途去 然後也是有一堆人就是也是戴口罩 可是旁邊有一些在地的就會 就有跟我們講說很像不能這樣 他說你這樣媽祖就沒有看到你的臉 你在許願媽祖也不知道你是誰 然後就叫我們要打掉這樣子 你就要煩惱啦 他是媽祖 對 你偶像沒有偶像 他都知道你是秀琴 然後你知道我想說 我很遠就聽到那個叮叮咚咚的聲音 我想說我應該就是一個很幸運 媽祖有聽到我的心聲 我應該很快就是可以蹲過去 然後就可以鑽叫這樣的幸運 結果兩派人馬的那個當地的 就是可能是宮廟的那些年輕人 很遠就開始在那邊叫聲 摩托這邊 可是人當天真的是很亂 交通警察也沒有辦法去圍 就是去叫他們去疏離 然後你知道在地的那些婆婆媽媽 就只敢在旁邊murmur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就在旁邊講說 因為這樣子他就是有一點 真的是有擋到路線 然後我那時候在蹲下去的時候 因為前面就講說差不多媽祖要來囉這樣子 然後我們大家就是已經排很久 我不知道我這樣一排已經兩個多小時了 你看那兩班人馬就一直在那邊這樣 摩托車這樣子巡迴這樣子 一直這樣子繞繞繞 但是兩邊都一直不敢靠近 就是一個一直在那邊 一個在原地這樣子 就是一直在那邊叫 然後越來越繞 在叫囂 對 但是從人少變人多 一直繞人來 一直繞人來這樣子 就喔 手機板就對了 對 可是因為我台語不太聽得懂 然後那些婆婆媽媽說 他們這樣子真的會影響到媽祖的路線 這樣子 因為我們那時候聽到說 媽祖一下呼快呼慢 但是妳在跪在那裡的時候 妳也不知道不確定媽祖會不會過來 對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大家這樣排成一排 應該幾乎都會排到吧 對 然後呢 大家就在那邊等著花什麼的 然後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曉得 我就一直在那邊蹲蹲蹲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是在地花的時候 傳花的時候 因為我也沒有花也沒辦法 他說啊 算了 我就先就是先跪著這樣子 對 前後我真的也不認識人這樣子 然後大家說要虔誠 然後第一月第一樣怎樣什麼 因為它很吵 結果你知道 有一朵花就從我頭上掉下來 然後我就把它剪折 我就把它拿折了這樣子 因為妳如果沒有拿花 妳就沒辦法換花是不是 對 沒有 我也不曉得說 這個花是不是已經換過了 還是還沒有換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媽祖就到我面前 然後我想說 快要輪到我了 但是最後我沒有那麼幸運 就是快要到的時候 媽祖又 就是轉頭 就走掉了 然後那些現場的人 就在那邊 就很失望 然後就有人在講說 一定是那兩幫 就是那些小屁孩 小年輕人 一定是他們在弄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可能影響到... 媽祖死氣了 不要過來 對 然後我們大家就說 怎麼這樣 然後大家就很大思所望這樣子 但是媽祖還是給了秀琴 一些小幸運 都會再來告訴你 不過沿路 媽祖確實展現了許多的神蹟 對 對 大小幸運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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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祖要聽你說話 媽祖把你聽我說話 媽祖聽媽祖聽你說話 慢慢來 這次遇上 四廟 六天 六天 保密 慢慢就出汽水 給牠身體健康 心裡更是 四廟 大家給牠 背給好嗎 等下四廟 六天的夢 谢谢您 有什么小幸运 我后来拿到那只花之后 然后我们家人刚好就想说 大家吃饱 然后大家还是在逛 在走走走 他们就说要去买乐透 然后我老公就 你是继新龙之后 不是 我又曾经 我去的时候 其实我老公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去 大家都有去买乐 然后我老公是去刮 是又去买那个刮刮乐 对 然后那时候当天 中了四千块 四千块 是四千块还是四百万 四千块 没有后面太多零 四千块嘛 没办啊 对 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觉得就是 有饭有保佑 对对对 就很开心 白沙屯绕境十二天 十一夜 在明天就要绕境结束了 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世 也是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